如今当活一人的标准配置应该是电影电视不断上演 广告代言一个接一个 各大活动频繁亮相 还有就是杜莎夫人邀您入馆 你说到杜莎夫人蜡像馆 里面有很多的各界名人蜡像 尤其是演艺明星更受到参观者的喜爱 其实能进杜莎夫人蜡像馆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最近曾志伟也拥有了自己的一尊蜡像 但是我觉得以她在演艺圈的地位和资历 这蜡像来的有点晚了 不让曾志伟发出如此赞叹的 正是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为她量身定做的这尊蜡像 除了这一身曾志伟在她主持的电视节目 《讲门人理》的夸张服饰 这尊蜡像无论是身高体型还是面部轮廓 甚至嘴角上翘的弧度和眼角的鱼尾纹 都和曾志伟本人如出一辙 简直就像一对双胞胎 我一打开那个链 你看到吓我一天 我自己怎么在里面呢 还没有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的看到自己的样子 才觉得原来我自己那么帅 那天我来对颜色的时候 几乎我总编了所有的每个不同的角色 每个人每个他们的蜡像 我都觉得好像我的是最像的 尽管比起其他不少艺人 曾志伟的这尊蜡像来的的确有点晚 但已经60岁的曾志伟显然对此并不在意 不仅如此 提起为蜡像量身的过程 曾志伟更是兴奋的像个孩子 几乎都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因为那个都是那种 那种人家在跳现代舞的那种那种衣服 很难看的 但是现在想起来也恐怖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没穿水落都很蠢 尤其是他这么专业 我就不好意思说 哎呦我好累啊 怎么样 因为人家都这样子 我还能讲什么 所以看到这个像的时候 就觉得这五小时没有花 这五小时没有花